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的唱作里心自由自在 诚实学们在 却落在爱的地上海 奇迹怎会无人安排 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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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小娘 小邪 你怎么找这么久啊 你跟我解释一下 这怎么回事 说话呀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冷静 你跟所有人联合起来骗我 你叫我怎么冷静 如果你没有办法冷静的话 那我也没有解释的必要 行又宁 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设防 无条件相信 现在连你都骗我 以后我还能相信谁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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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水里面那个人 上来吧 我不要 上来啦 我不要就是不要 好吧 那等你想清楚 想明白了再上来吧 我 喂 你 我跳海你就这样不理我 新逸宁 你 别说 离开我 我想的太多 陪着你疯 陪你一起难过我 言不由衷 你却看不懂 微笑里藏着 一点点的痛 我 如果说出口 你会失去或得到什么 诶 终于回来了 当然要回来啊 要不然在海底待一辈子啊 谢友宁啊 我刚跳海的时候 我以为你会下来救我 结果你自己在那儿弹吉他唱歌 有没有良心啊你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会游泳的人 自杀通常不会选择跳海 出于本能 他也会自救 好了 别生气了 喝不喝 当然喝 为什么不喝 怎么那么苦啊 你都不加糖啊 苦才好啊 看可不可以让你清醒一点 理智一点 这哪是人喝的 这才叫咖啡 天奇啊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你很任性 哎呀ian석 对啊 我就任性 我已经 smash了 随便 很快 这种体化 было cket 我是 我是 最靈的 理智 是我 我童年发生什么事的话 你就会原谅 我今天的事态 那你先听我解释吧 我发誓 从今天以前 我真的不知道 照片上的另外 那两个人是谁 我姑父那天 把你叫去书房 就是拜托你这件事 伯父说 照片上的四个年轻人 曾经相约 要一起驾着游艇 到海上旅行 可惜这个愿望 来不及实现 其中那两个人 就已经坐骨了 而伯父的身体状况 也不允许他 到海上走一走 所以 他希望我能够 帮他完成心愿 就是带着照片 就像是带着他们四个人 一起旅行一样 你说我能够拒绝他吗 他把这件事情 托付给我 而不让你知道 就代表说 这件事情一定 与你有关 所以他不愿意你不开心 所以才将他托付给我 而那个冤枉信封 也是伯父给我的 我没有打开来看 里面是写什么 我只照着他的意愿 其他放飞了心愿 那你应该猜到了吧 那两个人 就是我的父母 当年 我父亲从我爷爷手上 就让了楚门传奇 是我父亲 一手把他打造成现代 我爱你 那我说 我现在就会有这个 啸家 我对你 我完全不思认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也不知 然后我 我要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对女人完全没有办法产生好感 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 就是有背叛的因子 没有一个值得相信 我明白你的痛苦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公道话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就讨厌所有女人吧 你看 莉莉跟姑姑 她们就是很棒的女人 可是 我那段痛苦的回忆 是发生在我刚开始及时的时候 所以我对女人 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好感 你现在说出来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生日快乐 赶快许愿吧 这个太浪漫了 我要赶快把她拍下来 来 我帮你拍 你赶快许愿 好 不然蜡烛都要熄了 我愿与你永远在一起 永不分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七 谢谢你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当然啊 怎么可能忘记 那这样吧 那这样吧 我的王子 可以邀请你 跟我一起跳一支舞吗 当然愿意 可是 这边这么小 我们怎么跳花儿子啊 没关系 就算没有华丽的舞步 我也很庆幸 能够在我生日的今晚 跟你一起 静静地相拥 在我们之间 再靠近一点 你就算是幸福的错觉 也不愿失去 这个瞬间 不愿意 因为快乐 你radio 妈 你想饿死你亲妈 不看看都几点 妈 我是上班族 下班去菜市场买菜再回家煮 就算是牵手观音也忙不过来 您老就多担带点 行吗 竹童 你来了 妈 您要的耳机我给您带来了 你这臭小子 叫谁妈呀 找我 干嘛不直接打我手机 我想说你会在这儿吗 我不如在这边等你 顺便看看可以帮阿姨做点什么 死猪童 找我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 下午啊 我刚把我们男主角合同签了 不过我们现在要担心的 是女主角 不知道那个楚总 跟她姑姑谈的怎么样 她跟我说今天就会有结果 如果她再不答应 我们就要另外找人了 对了 你有没有看过她演的作品 她出道时 我都还没上幼儿园呢 怎么可能看过 你们说谁呀 阿姨 我们在讨论 我们这次广告片的女主角 对了阿姨 你们那个年代 一定看过一部电影叫 《贱胆轻心》 楚运就是里面的女主角 《灵溪》啊 记得 不过她不姓楚 她一名好像叫米兰 妈 你又怎么了 饭不吃 用不着这样糟蹋吧 不吃了 没胃口 莉莉 你旅游回来了吗 你托我帮你勾的帽子 已经完工了 几时有空见面 我带给你 要不今天晚上就一起吃饭 我给你带一些 好吃的麻辣牛肉干 两个人吃饭有点冷清 不如叫上你哥哥他们 好啊 你等一下到他们办公室 跟他说一声 就说我让你说的 不行 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是我的建议明白吗 你得 吓死我了 干嘛 你上午收到的快递呢 你说我网购的那顶帽子 在这儿 好看吧 我看看 嗯 不错 你先让给我吧 你自己再重新买一个 对了 拿把剪刀把商标给我拆了 小心不要把帽子给剪坏了 不是不是 这顶帽子跟你平常的风格 完全不搭呀 我拿来送人的 那你捡商标干嘛 人家以为地摊货呢 你懂什么呀 我手机上已经转账给你了 还多了百分之十的代购费 谢谢了 楚总 什么事 是 广告片剑组的资料 我已经全部整理好 发你邮箱了 好 我晚上会看的 楚总 我能不能搭一下你的顺风车 我等一下要去 赶回广场那里办点事 我穿这样也不好去挤 上车吧 谢谢楚总 这新机女 到底有点什么主意 到底有点什么主意 楚总 这个糖 这咳嗽有效 赶紧专心开车 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好 谢谢 喂 小姐 刚才莉莉给我来电话 说今天晚上跟我们俩一起吃个饭 说你已经答应了 我们家的小公主 真是越来越鬼了 算了 不过就是一顿饭嘛 路上有点堵 不过我也快到了 好 那我们就待会儿见 拜 拜 搞了半天 你还是比我早到 你在看什么 笑那么开心 你妹妹真的是个有趣的人 每天都发这些幽默的段子给我 你看刷屏的节奏 哥哥们 我迟到了 认罚 莉莉 这位是 我带了朋友来 你们不会反对吧 反对 有效吗 既然来了就一起坐吧 又宁哥哥 我带了瓶红酒给你 这可是爹地说 要礼尚往来 特意叫我带给你们的 那就 替我谢谢伯父了 坐坐坐坐 楚总 新老师 真是不好意思 做了回不速之客 早知道刚刚就一起上来就好了 哦 刚刚在商务楼办完事情之后 在洗手间遇到莉莉 她非要拉着我一块上来 哎呦哥哥 先不聊这个了 我们先点菜嘛 好不好 嗯 我们先点菜吧 你试又先 你这小样敢耍我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看我也耍你一下 嗯 兄弟帮我个忙 打电话把下面这几个人给我叫来餐厅包房速度要快 咱们快乐 哈 啊 啊 是我 好 啊 好 这不挺好 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好 请慢用 谢谢 小七哥哥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刚刚去看电影 票卖完了 看到你在这里 所以我们赶快进来 吃饭去了 应该方便吧 那当然 我跟你们之间 还需要那么客套吗 这样适合吗 当然适合 人都热闹吧 你不就是那个 帅哥主播吗 上次忘记跟你要签名 这次可别赖了 好了 我要 我要 行行 今天一定可以 来 你们先坐 那我们不客气咯 走吧 那两个男的什么关系啊 真有点吃不准 我现在终于可以 肆无忌惮地大笑了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 你是一个这么诡计多端的人 他们刚刚实在是太好笑了 笑够了没有 你妹都已经发微信过来吐槽你了 她说什么 她说 又宁哥哥 哥哥今天真的是太过分了 是我请人家陆姐姐来吃饭的 哥哥那么冷落人家 一点都不给我面子 我很生气 她生气 我才生气呢 本来那么单纯天真的小姑娘 现在怀着满肚子诡计 之后哥哥跟姑父出国的时候 我一定要请她们把她一起带走 不然留在这边一定给我出乱子 你看她今天多会骗人 明明就事先约好了 还说在厕所遇到 一定是那个露娜在背后搞鬼 你干嘛这么生气啊 人家莉莉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 我已经帮你回复她了 你怎么说 我还能怎么说 我就说你身为一个老板 跟自己的下属太过于亲近 影响不太好 就是啊 不过 现在人也挺会演戏的 你说后面来的那几个吗 跟他们相比 我反而觉得你的兄弟比较好 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我开免题啊 你一起听 喂 喂 到家了 你怎么也不给我个电话 反馈我一下 刚刚我事情办得怎么样 你给她几分 我才刚到家 你刚办的事完美 给你一百二十分 对了 我有点好奇 你刚刚在电话里 是怎么跟那几个人说的 重点就是 天骑有难 江湖救济 好了好了 不跟你聊了 我还要赶方案 要不两个通宵都来不起 拜拜 好好好 先这样 拜拜 这个女人挺聪明的 不然我怎么会高看她 把她当兄弟 幸好她是个女的 如果是个男的 我就绝对不会让你跟她走这么近 干嘛 你吃醋了 另外一只手 还捡啊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各位 今天是我们广告片拍摄剧组 全体幕后工作人员首次例会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导演 曹熙 曹老师 各位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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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微博这消息 两位 我们现在在开会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 需要讨论的话 可以直接说出来 楚总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刚刚网络上有消息说 我们的男主角拍戏受了伤 正在医院抢救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刁维雅的钢丝绳断裂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楚总 我觉得你那个好朋友 新老师就很不错啊 对啊 新老师 对啊 新老师 新老师可以吗 不行 绝对不行 不错 速打五万块到我账上 否则我就把你做的丑事 全部捣出来 姐姐 莉莉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了 有心事啊 没有了 我就是在替你小琪哥哥担心 小琪哥哥怎么了 今天上午啊 我们开了个广告筹备会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可是我们的男主角拍戏受了伤 没办法进组了 虽然这件事情是意外 可是平白无故增加 这么大一笔开销 董事会正为难你哥哥呢 我看着也心疼 所以就在想着怎么样帮帮她 姐姐 你心地真好 我想如果好好爱护一个人 是不是就要全方位地了解她 这样才知道怎么样保护她 还有爱护她 对吧 没错 姐姐 我们走吧 你拿到了 妈咪那里一直有一份备份的 偷偷让我拿出来了 反正晚上放回去就没人知道了 太好了 姐姐 这种款式的衬衫 一买就是好几件 还有啊 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这象征忧郁 你慢慢看 我去天气的房间看看 也要换了 咱远 我怎么看 然后也误会 不错 当做自己的衬衫 您的最喜欢的衬衫 这些衬衫 有意思的 两个毫无关系的男人 所有东西都是情侣馆 说他们不是CP 鬼才相信 莉莉 怎么了 十万伙计的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情 佑宁哥哥 你帮帮小齐哥哥吧 小齐怎么了 不是她 莉莉 你吓我一大跳 怎么回事 那你要先答应我 千万不能跟她说 我就告诉你哦 好 我答应你 怎么了 小齐 你早上有动过这盆花吗 我一早就敢去公司开会了 怎么可能动过这盆花 那就奇怪了 我记得我早上的时候 明把这盆花放到了花架上面 肯定是你记错了 不对 我总觉得好像有人闯进了我们家 谁会闯进我们家 我看是你自己的梦游会 怎么 感冒了 没有啊 可能最近太累了 觉得身体 特别酸痛 你先回沙巴躺着吧 我等一下 拿婴儿游过去 帮你推一下 好 谢谢啊 我接受了 还有 测试 你也拿走 这是我的咬子 你怎么在的呢 好啊 不要动 你啊 我看是压力太大了 累 所以免疫力才会下降 我问你 是不是你们董事会 给你压力 还是是因为 你们那个广告片的男主角 出了问题 对啊 我现在正在为这个头痛 你 就没有考虑过我呀 你 你肯来演这个男主角啊 为什么不愿意 太好了又宁 谢谢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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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生怕不小心 先来 对吧 没办法 很累吧 regret吧 拯救 明白要醒你 想起危机总会消费 想起来 让人心酸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告诉我 这都还能挽救 让我们重新相拥 我不放手 绝不放手 难道爱变成了一种奢求 告诉我 还能是朋友 你在我 心中继续转动 像是个唯一存在的星球 只要折磨 我愿意为你 抛开 所有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